我们你看一下 这张呢 我先说上色的方式 这样可以的 去继续维持下去 然后美感也不错 色感也不错 所以色彩部分 现阶段这样看 我觉得维持下去 没问题 那我帮你调的是有关 那个结构跟构图面的 来看一下 有看到吗 反复看一下 那你觉得我帮你改了多少地方 具体哪些地方呢 好 我们从头看起 让它好好招呼一下 来从脸这边 来 这是原本 罗伯尼画的 这张脸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耳朵 看这个耳朵 看着它 然后再来 看一下调完的 原本的 我现在改完 你看看到我这个红线 然后可能看个几秒钟 然后我再把它关掉回去 来原本这样的耳朵会不会觉得怪 罗伯尼你自己本身会不会觉得怪 想一下 这个plate 这个就觉得 哎呀怎么原来是这样的 对不对 好 再来我们再关注一个重点 这一块 这我实况蛮常改到的 几乎人人会犯这个错是不是 眼角到耳朵这边 中间这边你是嫌脸小 所以 让出一块肉 我这个脸就是够小还是怎么样 不可能你知道这块一出来脸就变大了 把并脚遮上去 罗伯你再看一下 好那你看一下两眼的大小 还有眉毛的高低位置 你再想一下 再细屏一下 外侧眼睛这个眉毛是不是 差了点位置 然后内侧这个是不是过分的高了 你看这个地方你是要停车是不是好大一个 对吧 有道理吧 好 那再来看这个嘴 这是一个很公式性的画法 倒三角嘴 其实你要开始进入就是画出比较圆润的立体远镜 像这样推荐上面画圆一点点 不要是平线 平线太太 平线实在太符号画了 因为你这样你画是有立体厚度的 所以嘴巴 就要 跟着再有一些丰富变化 像这样 要比较细致一点 比较立体一点 好然后你再看这个 头发这边的表现 这头发呢 你的那个 疏密的那个 分布处理还不错 那我就比较有问题就这一块了 这边你就是并角就压上去就好了 很多人的耳朵都特别是画日系的 日系的同学很多人的耳朵都画得很小 一丁点 你们都没有察觉耳朵小的离谱吗 这类的 那蘿蔔这个 不至于那么小 但是有很多你们可以自己 回看一下自己的图 注意一下 耳朵 画大一点 画合理一点 不要弄的这个 这个是什么 认真看 在这边能不能看到一个世界 怪异的回圈 这个不行 这个完全不是个耳朵 你怎么会 你们是怎么建立起 你们画耳朵的符号 这是个 好像 高尔夫球的那个 一个空拍图那种 不行 这个耳朵 不行 耳朵最少你要把他的大小 位置给定好 让你的脸比较稳定 不然会歪的 好 然后再来往下的问题 我这边有一个又给你标出来 一个呢是五官 刚刚已经讲过了 五官有没有偏斜 有没有 这个角度 对应的不够 二的话呢 是指这个 并角头发 这边的运用不够 直接让这一块肉 你就是找死 你就是等着让人家看你这个倒三角的大脸 好 那再往下的话呢 你有一些骨架问题 但是 不太明显 也没有到很严重 可是你还是要注意 我 圈在哪里呢 一二 三在哪里 没有三 三好像 没有标 随便看看 好 那再往下这些地方的处理还不错 就是漂亮亮亮的 那 这一块呢 你要想一下 因为整张图的镜头角度是由上往下看 你可能画的时候你觉得是平视吧 没有你这个 这张找 从这里开始 从 头 稍微有点头挡尖开始 镜头就已经拉高了 往下拍了 那这个情况下 你这个横切都要尽可能的要 要保障到 那这个往上盖胸物这个设计呢 你可能会被迫一定要往上遮 对不对 没有他还是有些空间的 合理一点的话要往下 才对嘛 那 放心还不至于露点 像这样子 看一下胸前这一块 放心点还不会出来 那这样话都还是很安全的很合理的 不到被ban的那个程度 然后同样这种内容的话呢 在那个袖子上 也有 这袖子 这边是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 其实你原本的横切大方向上对啦 但是呢因为你要 画这种 一凸一凹的这种外轮廓的变化 那有些地方画的很变形 这个不行 中规中矩的画好一点 因为这个已经不是什么 构图上的创意什么 感觉上感觉不出这个感觉上只是 有点在 玩一些 不太震惊的花样 这个没有很好 因为我们 合理一点的话 然后 切线的话有帮你再校正一下 你这边 画出里侧 基本上就 冒险了 我觉得还是要往下遮饰比较好的 除非你手抬得更加明显 那再另外再说了 然后再往下同样这种布料的部分 你看一下 你这边 呃 我不想你这个服装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我认为是 镜头由上往下拍 然后你又要飘是可以飘 但是呢更多时候呢 弧度要往 往下压会比较好 像我这样改 这边的是飘起来的 然后其他地方慢慢的往 往下压回去 毕竟镜头我觉得就是比较高 你感受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 那 整个裙子的形 然后你直接 镜头这么高你还让这样底下一块的里侧出来 视觉上是不顺眼的 就是怪了 对不对 油上往下应该要盖住里侧 就是整个都是那个裙摆外侧的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样 这个裙摆布料呢 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 能够练到这么硬核 但是你还是要尝试试一下 因为很多东西确实你画得不错了 那当然就是往那个 不够的地方去补墙 是不是 好 然后再来看一下 看什么地方呢 看这个 手掌 那你觉得你原本这样子 这样子只是交代过去 是不是 那这样 最多 60分 但是一定不可以 好看东西不会是只有60分的 以这个角度由上往下 首先你的那个法杖 横切就错了 这边横切一定是往下划 往下划 那在这边就一定要出现很不好画的弧口角度的握 握 那个磁握状态 所以这边注意 这个不好画 知道吗 这个但是你不能都画平的去跳过去 这不行 这边就要硬钢了对吧 好 然后再看一个 我有看出你 想要稍微画出一点远近感 但是呢 你选的方向应该是这样子才对 这样 远近变化应该这样子才对 好那你看我改给你的 是不是这样 这个角度要带出来 那一定不可以画成完全画面的绝对对称 不可以这样 你只要角色不是站 就算角色的完全 正面 水平高度完全整个是很对称 武器这些东西我也推荐你要带一点角度 这个一般我都 我认为是技术面还涵盖不过去 而就是下意识的画成正面 最好不要 该弯要弯 因为有 我认为在在那种角色利益上 那个 磁卧的道具 对剧情跟造型 还有角色定位上的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多花一点时间 强迫自己 把 武器 道具的角度 画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不然呢就会有一点 好像人都很可爱 颜色很漂亮 那接下来人家磕不磕进 可能就会在那看他拿什么武器 对 那就一看了这个 像玩具一样 这角度也没出来 那整个 磕进的那个欲望就整个没了 好再往下看脚 脚的话呢 这个 这个鞋子 我很熟悉呀 刚刚出现过 这不行 要画出 远近 首先呢 脚跟 前脚掌 你要远近 要分离 这就化成两个锥体 这个我上课常讲 对不对 这个转折 脚背 转前脚掌 这个脚背的这个转弯 怎么样都要逼人家看到 那你稍微偏一点角度 稍微 稍微不要那么的 直接 我觉得也可以 然后 再来呢 是外侧这只脚 那你到这边还看到这边那就是Kevin Kevin脚要出现了 这不可以 这要画的偏正面多一点会比较好 那整个几个重点是在这 好 群版后面这一片呢 这一片对不对 其实你这个接法 我现在框这一块这个接法是对的 这边反而是对的 那 你这边单独看 也是对的 只是这两个角度中间要 要接起来 布料就要硬扭 这样子 他是两个角度 不同角度 你看一下 好 OK吧